同州新城运河核心区桥梁方案设计 设计背景 同州历史悠久 早在新十七时期 境遇内就有人类活动 同州立北京东交通要道 草运仓储重地 万国朝拜 四方贡献 商谷行旅 水路紧经必经此地 促进了同州清晰的繁荣和兴旺 享有一京 二位 三同州之城 同州新城位于北京东部发展带 与东西轴线的交点 是首都重点发展的新城区 同州运河核心区 规划范围约十六平方公里 一处同州五合交汇处 自然景观优美 历史底蕴深厚 是同州新城未来的城市中心 桥梁所处的城市环境 本次方案设计的桥梁 是位于通州运河核心区 北关大道跨北运河桥 与北关大道跨通汇河桥 北关大道是运河核心区的 一条重要景观大道 设计为环形 环内为五合交汇的宽阔水泥 水间特色区和超高层板工区 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来看 对两座桥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北关大道跨通汇河桥 需要体现出对历史遗迹和公园的尊重 以较小的铁量 下灯的形态和精心选择的材料 尽量融合到城市公园和历史环境中 北关大道跨北运河桥 处于超过400米宽的运河景观带中 同时也是连接进入运河东面的 城市CBD建筑群的满户 需要有足够的铁量 成为空间中标志性构筑物 给人带来过目难忘的视觉感受 北关大道跨北运河桥设计 按照规划要求 桥量长度约400米 其中线状河道宽度240米 规划河道宽度320米 河岸两侧冰河绿地 到冰河绿带宽度400米 北关大道跨大运河桥设计的关键 是如何使该桥成为大运河上的标志性桥梁 既要体现出通舟 所谓金门莲子的历史地位 又要与石子拱门 燃灯塔等一标净建筑相互呼应 方案一 翻船桥 设计的灵感之一 来自通舟百州镜柱 千番林立的历史场景 历史上通舟是京城的航运枢纽 操船到了通舟 就可以交参放空回程 斜拉桥高低错落的三个塔的造型 如被封鼓起的船帆 顾名翻船桥 因为北关大道跨大运河的道路平面设计是弯曲的 所以三个桥塔 从平面上看 设计成了不对称的扇形 处于曲线内侧的边长较小 而处于曲线外侧的边长较大 很好的配合了道路平曲线的线性 为了避免处于道路曲线外侧的塔升铁量太大 并同时降低成本 在立面上 采用镂空处理 而镂空处的水平连细量 如同传统船帆上的横桅杆 进一步强化了桥塔帆的效果 从横端面上看 三个桥塔都是古门造型 这种拱门的造型元素 一方面与CB地区的十字拱门地标建筑的造型协调 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同州 所谓京城门户的重要地位 帆船桥 为三塔平行双锁面斜拉桥 其跨境布置为 45米加120米加120米加120米加45米 全长330米 大运河上口设计宽度320米 两侧还设有超过50米的景观绿带 本桥的跨境布置刚好完全跨过了大运河上口 而桥面的人行道 则直接连接了河两岸第一顶的绿地景观 桥梁与河两岸的道路平交 桥梁的横断面布置为 6.5米人行道加6米分隔带 加11.5米机动车道 加2.5米中央分隔带 加11.5米机动车道 加6米分隔带 加6.5米人行道 桥梁全宽50.5米 帆船桥主梁 采用单箱多式钢箱梁结构 梁高2.5米 梁宽27米 箱梁两侧设计便捷面调梁 其截面形式为单箱单式钢箱梁结构 调梁梁高 由2米渐变尺0.5米 宽1米长10.5米 调梁间距为5米 调梁上铺设6.5米宽人行道 帆船桥主塔 采用门式钢塔结构 边跨两座桥塔高50米 中跨桥塔高80米 桥塔一侧采用便截面钢箱结构 一侧采用梯形钢横称结构形式 搬船桥拉索采用了平行钢丝鞋拉索 连跨桥塔两侧分别布置7根拉索 锁间距5米 中跨竹塔两侧分别布置12根拉索 拉索间距5米 方案二 采叠桥 北关大道跨大运河桥设计的另一灵感 来自为市民提供在大运河上登高眺望的景观平台的设想 中国圆面中传统的石拱桥和蝴蝶的造型 中国传统的石拱桥常常把拱设计得很高 让人们有机会在高处住足欣赏桥下的河水缓缓流过 在现代也有悉尼大桥等著名桥梁可以让人们盘登 在高处为人们提供无与伦比的观景场所 本设计采用的钢拱桥设计 人们也可以从拱桥和桥面处开始盘登 沿桥拱一直向上到达拱顶 在拱顶的两个拱桥柜处设计有空中茶室 在其下方有室外观景平台 这些室外观景平台也为两个拱直接提供了横向结构联系 本设计主桥为一型中城市提栏拱桥 其跨境布置为70米加180米加80米 全长330米 刚好跨过大运河规划320米的上口宽度 桥梁与大运河两岸道路平交 由于道路平面是弯曲的 两个主拱为非对称的内清拱 处于平区线内圈的拱较短 外圈的拱较长 很好地配合了平区线和车辆通行进空的要求 也方便了吊杆的布置 小梁的横断面布置为 6.5米人行道加6米分隔带 加11.5米机动车道 加2.5米中央分隔带 加11.5米机动车道 加6米分隔带 加6.5米人行道 桥梁全宽 50.5米 由于主拱为非对称内清拱 为平衡吊杆产生的横桥向水平力 拱桥主梁采用双箱多式 加近钢箱梁结构 梁高2米 梁宽2乘11.5米 箱梁两侧设置便捷面调梁 其截面形式为单箱单式钢箱梁结构 调梁梁高由2米渐变值1米 宽1.5米 长12.5米 调梁间距为10米 调梁上铺设6.5米宽人行道 拱内由非对称内清大小拱组成 大拱七拱线跨境210米 石高41米 石跨比 一比5.12 内清角18.5度 小拱七拱线跨境173米 石高41米 石跨比 一比4.22 内清角13.9度 拱列为梯形截面 截面高度由拱顶至拱底为2米至3.6米 调杆采用平行钢丝拉索 调杆布置于行车道纵梁外侧条梁上 调杆间距10米 拱顶设三道封铲 拱列起封铲同时作为拱顶观景 休闲平台的支撑基础 在夜晚 灯光通亮的空中茶室将成为大运河上方璀璨的明珠 从整体上看 空中茶室和观景平台足蝴蝶的身体 拱顶的灯柱和天线足同头顶的处须 异常异短两个竹拱和锁面形成蝴蝶翅膀 造型轻盈且具有动感 犹如飞舞的彩蝶 故名彩蝶桥 北关大道跨通贵河桥设计 根据设计要求 桥梁长度约250米 其中跨通贵河部分约为100米 西孩子公园内架空桥约150米 是联系运河水箱区和商务办公区的一条重要的交通干道 北关大道跨通贵河桥设计的关键 是如何使该桥融入通贵河和西孩子公园的自然景观和历史环境之中 并与燃灯塔等历史地标相互呼应 方案一 长城 设计灵感之一 来自在燃灯塔下残存的古城墙 和北京苍翠的上坡上蜿蜒的长城 如果把跨过通贵河 以及西孩子公园的高架桥梁整体上 处理为一个城墙的形态 并在立面材质选择上体现出古朴的风格 与环境融为一体 桥梁将成为通贵河和西孩子公园内的一道风景 也是燃灯塔等重要建筑的背景 这个方案在跨过通贵河的这一段 采用锈钢板这一新型材料 来做成25加50加25米跨钢横架桥 锈钢板的铁锈红色 与水面和天空的颜色对比强烈 同时又给人以历史感和沧桑感 另一方面 钢铁锈石的表面不会向内部发展 表层也不需要涂漆防护 兼程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都不需要表面维护 横架拥有中国传统漏窗图案的镂空钢板 代替传统的鞋附杆 既延续了城墙的感觉 又增加了中国传统元素 在阳宫的照射下 虚实相见的锈钢板横架桥 呈现出层次十分丰富的光影效果 配合水中若隐若现的倒影 美轮美奂 当桥穿过西海子公园的时候 主题采用钢筋混凝土40米跨的板拱结构 公园中的人们可以从拱门中穿过 以保持了公园景观和葫芦湖的连续性 混凝土高架桥的立面 采用玉制混凝土块 在混凝土块上 摇刻出体现通州文化的历史图画和文字说明 在城墙上方提供了双向六车道 四行车道和人行道 人们可以一直走在城墙上 跨过通汇河和西海子公园 从高处欣赏风景 也可以通过拱形的楼梯下到地面公园 当跨过通汇河时 在钢横架主桥的两侧 我们还布置了三米宽的钢横架的步行桥 直接连接了河两岸的地顶 当人们从北向南进入西海子公园后 人们也可以在城墙内部行走 城墙的内部可以布置茶座和小卖布 成为人们修起纳梁的好地方 本桥主桥为一行钢横架桥 其跨境布置为25加50加25米 桥长100米 引桥为上城市连拱桥 其跨境布置为6成30米 桥长180米 桥梁的横断面布置为4米人行道 加3米非机动车道 加1.5米分隔带 加11.5米机动车道 加5米中央分隔带 加11.5米机动车道 加1.5米分隔带 加3米非机动车道 加4米人行道 桥梁全宽45米 主桥分为左右两幅 每幅的主受力结构 为两品一行钢横架 每品均向桥面内倾斜五度角 横架上下前杆均均采用镶形截面 尺寸为1000x1000x28 竖杆亦采用镶形截面 尺寸为1000x1000x20 斜杆采用焊接H型截面 横架其余镂空位置 采用钢板整体填充 填充钢板 则采用各种不同的起合图案 进行小镂空 形成繁星点点 全新璀璨的效果 主桥桥面 细采用纵横钢梁 加混凝土桥面板的形式 横梁通过交接在主横架竖竿上 混凝土桥面板 与纵横钢梁之间 通过抗减简利键 进行连接 引桥尾六成三式的上城市十幅拱桥 钢筋混凝土拱板厚度为0.4米 矢高5米 矢跨比为六分之一 为典型的弹拱桥 万里长城是中国的象征 也是北京人民的骄傲 本设计大胆使用锈钢板横架 和钢筋混凝土板拱为主体结构 塑造新的长城 不但为行人 飞机动车和车辆过河 提供多层次的通道 也是通汇河和西海子公园 沉稳静谧的景观 方案二 龙 跨通汇河桥另一方案设计的灵感 来自中国的传统符号 龙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 如果在祖国首都的通州西海子公园内 出现一个修成的 以龙为造型主题的钢横架桥 盘旋环绕着燃灯塔等历史遗迹 将能相互应称 相得益彰 进一步突出西海子公园的 中国传统文化氛围 龙桥尾一型钢横架桥 作为主受力结构的钢横架 一气合成 仿佛蜿蜒伸展的巨龙 龙尾从公园的南端开始 身体穿过公园和汇通河 龙头在河北暗昂起 其跨境布置为 三乘五十米 加三乘四十米 全长二百七十米 桥梁的横断面布置为 四米人行道 加三米非机动车道 加一点五米分隔带 加十一点五米机动车道 加五米中央分隔带 加十一点五米机动车道 加一点五米分隔带 加三米非机动车道 桥梁全宽四十一米 当桥跨过通贵河时 在桥面下风的中间 两品横架两侧 设四米宽人行桥 直接联系两岸的清水平台 小组受理结构的四品一型刚横架 刚横架上下弦杆 呈波浪型上下起伏状 均采用相形截面 尺寸为一千乘一千乘二十五 支点位置布置树杆 依采用相形截面 尺寸为一千乘一千乘二十 其余位置副杆均为斜杆 杆横架横高支点位置为七米 跨中位置为八米 中间两品横架 采用风称联系在一起 而中间横架与边品横架之间 无横向联系 为了营造巨龙风银的身躯 中间两品横架与边品横架 立面上交错布置 动感十足 两侧的杆横架 采用锈钢板这种新型现代材料制作 但是铁锈的斑驳 给桥带来历史沉散感 铁锈的红色 又使得这两条飞舞的铜笼 从绿树成荫的环境中 跃然而出 引人入胜 中间两品横架 采用灰色钢板 其主要立面在桥面之下 与两侧的横架高低错落 形成更丰富的空间形态 在西海子光源和通柜盒上 翻译的钢铁锯笼 仅仅承载了多种城市交通功能 自身也是一道 亮丽的景观 同时运寒的通舟 和中国经济潭飞的 美好祝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Kund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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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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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